大大大机关枪连射声响不断 汉光39号演习将登场 国军紧锣密鼓预演 带让CM34云豹装甲车 行驶在路上正准备右转时进人 难道是太过专注敌情 只见云豹装甲车搭载的30公里机炮 炮管进朝路旁的反光镜扫上去 原型镜面当场凹陷 整只硬生生被撂倒 炮管也从横向转成直向 连车上的阿兵哥自己也吓一跳大傻眼 13号上午10点多 陆军第584旅进行反登陆操演时 行驶桃源市大园区国际路段 这辆云豹甲车疑似没注意安全距离 不小心撞歪反光镜 我有笑亏今天撞反光镜 下次撞电线感吗 反射镜都被撞成哭脸了啦 还有人说拜托要是没有撞凹才尴尬 炮管不慎插撞到路旁的反光镜造成毁损 事后单位已经通报 大员驱公所以及分局的派出所 后续也会负起赔偿维修的责任 汉光39号士兵演习五天四夜 将在这个月24到28号登场 各作战区展开预演 主战场这回在北台第三作战区 演习期间官兵战备不松懈 因应敌情随时应变 接着桃源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